本届航展上的一大亮点是在航展发布并首次公开的翼龙三无人机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翼龙系列大型无人机的最新型号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航展现场去一探究竟 翼龙三无人机是翼龙家族的最新成员 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它十分的大 它的机长是超过了12米 翼展更是达到了24米 不仅大看上去还有特别厚重的感觉 因为我们看在机翼下方所挂载的弹药的种类十分的丰富 有空空导弹空地导弹制导炸弹以及雷达载荷等等等等 翼龙三无人机是航空工业全新研制的一款远航程重挂载 多用途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 首先它所具有的远航程能力就表明它的飞行距离很远 这样执行任务的半径就大大增加 比原来翼龙一翼龙二大了很多 它主要是从设计上来我们要考虑有较好的深处比 那么要实现洲际飞行 同时能完成跨域的一个作战使命任务 此外翼龙三的重挂载能力 无论从重量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领先于现有无人机 凭借着这些强大的能力 翼龙三能够胜任更多类型更多场景下的各类任务 在军事方面的话比如说它可以利用翼龙三远航程的特点 可以进行远域的情报侦查监视关键区域的巡护 在民用方面的话比如说是像信息组网 大气探测以及应急救援等等 这些关系到民生领域也应该有广阔的应用价值 谢谢大家